日本东北地区的蔬果产地受到地震的严重影响 而台湾目前盛产的台湾蔬菜却是过剩 很多都还冰在冷冻柜里面 业者等待 等到这个日本港口恢复作业 随时都可以外销到日本 一箱一箱的高丽菜叠满柜 最近云林县因为蔬菜生产过剩 工作人员赶紧将这些菜堆放进冷冻库里面 包括原本就有在外销的日本生菜 高丽菜和马铃薯 出量超过三四十公顿 不过这次日本强烈地震 可怕让这些菜有另外的销售管道 这次日本受到这么严重的灾害 我想它在很多产品都会短缺 现在台湾来讲的话 尤其我们今年是轰缩 那应该是所有冷藏库都是满满的 葫芦葡高丽菜可以非常多 因为日本东北地区是日本主要的蔬果产地 这次受到地震和海啸的影响 大片农地都被摧毁 蔬果量毕地会受到影响 而台湾刚好遇到蔬果生产过剩 合作农场人员表示 目前只要日本港口作业恢复正常 这些蔬果随时都可以外销到日本 如果说这个当然啦 如果日本的稀缺量大的话 我想能够带动我们台北的外销 我想对我们农民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 这些菜原本是生产过剩卖不出去 只好冷藏冰存 这次日本大地震造成农业损失 台湾的库存蔬菜不仅能派上用场 也能让低迷的蔬菜价格能稍稍回升 记者文贵雄云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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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